哈喽大家早上好 昨天奥运会真正开始比赛之后 感觉整个人就分身发疏 然后就没有这两天都没有录vlog 然后因为今天的比赛呢是在下午 可能一直要延续到晚上 一直要到夜里才能回来 但是呢上午的时间相对来说就好很多 那刚刚呢我是结束了和家里的早新闻联系 现在呢要拿着我们在家里做的这个表 然后去预约一下我们在后几天的一个场馆 刚刚我已经把我自己的预约好了 接下来我帮翔哥把后面 因为翔哥都和我在一起 所以把它的给预约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预约系统 现在是预约到7月18号 然后先预约一个确定我们肯定要去的 7月30号的Badminton羽毛球 这一天是混双 然后时间应该下午3点半到9点半确定 翔哥是摄影师 然后去预约 然后他显示success 现在已经收拾好了 然后我打算去买个饭 接着就去东京论坛大厦收获今日份的喜悦啦 Let's go 我们今天拿着租委会给我们发的这个出租车券 来坐车 每张票是1万的限度额 只要不超过1万块 我就把这张票给他 我们就可以直接走了 直接下车 不用付钱呢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搭档 也是我的领导 已经累成这样了 但是不敢想这才只是奥运的第二天 让他睡一会儿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全正老师吧 全正老师 睡着了 真的假的 全正老师 完了 车上只剩下我和司机师傅两个清醒的了 那让我也睡一会儿吧 一会儿见 拿到了今天举重两场比赛魂彩区的采访券 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现在的魂彩也要控制人数 然后我们来得比较早 已经拿到了 打卡上班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比赛的场地 然后比赛还剩下 最后一分钟就要开始了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比赛啊 这个 这个经济独立 好像他还挺开心的样子 你看这是以前的 可以形成一个对比 我可以形成一个对比赛的场地 但其实是央视他们也离得好远啊 记者都要很贴近他才能听到他在说什么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摄影老师每天要多辛苦 就要背着这两个大家伙 这个一点都会辛苦 真的吗 对啊 为什么 他不沉吗 这个东西才多沉 他那一堆东西才沉 今天好像是还挺多 你这话里有话呀 看这两个大家伙 竟然在这里碰到冠军了 这就是在这里你随处都可以偶遇奥运冠军 我一都以为今天看不到陈离军夺冠了 万万没想到 他直接从第一把的175升到187 12公斤 拿下 拿下 太酷了 我们是冠军 今天在这片场地上见证了两块金牌 中国几重队 YYDS 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刚刚采访到了冠军教练 我觉得这个 这个比我今天干什么事情都开心 因为我今天没有选择坐大巴回去 我们奢侈了一把又打车回来 就在我们去打车的路上碰到了于婕之道 然后我们采访到了他 全网独家 翔哥 开心吗 厉害 我又想说牛 牛 因为他就站在马路对面 然后我们就小心翼翼的过去问他能不能接受采访 于婕知道人真的超级nice 直接说可以啊 你们是中国体育啊 那来吧 太开心了 全网独一家哦 然后平复一下心情 到现在为止我的工作 今日工作算是 哦还没有 我的vlog还没有出 但是拍完这条视频 我的拍摄工作就已经结束了 祝大家晚安 好吗 我们明天继续来举重玩 看下好吧 拜拜 耶 陈正老师要拜拜吗 拜拜 快冲啊 你饿就摸鱼 不过来调视力架 怎么样 来劲了 视力架横扫饥饿 动起来